寂静的夜里,若云翻来覆却睡不着 他满脑子都想着自己给女士辛迪套上丝袜的场景 在那个令人几倍发凉的夜晚 女学生辛迪和教授去酒店开房 好巧不巧,被辛迪碰见了若云 他好奇心断起,紧紧跟着那个让他既羡慕又嫉妒的富婆 直到他走进老男人的房间 辛迪内心狂喜地排下了这一幕 顶着舞就必须舞到正主面前的原则 辛迪不怕死地去找若云摊牌 他嚣张地威胁道 他要把若云这肮脏的一幕 给若云的儿子善文欣赏欣赏 若云连满服软,但辛迪并没有收手的打算 反而得寸进尺地给若云看了善文嗑药的视频 自己的秘密可以忍,儿子的名誉不能丢 眼见着辛迪就要扬长而去 若云情急之下捡了块板砖 排在了辛迪的后脑勺上 谁知这一拍,直接把人拍没了 受害人终成加害者 无辜者的双手一沾满血腥 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聚集地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悬疑伦理剧 谁杀了他,第三到四集 记得点赞评论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最大的动力 上集说到,少女辛迪被海中抛尸 善文若云似乎都对辛迪的死会莫如生 这一次就让我们来探寻 他们的谎言中到底隐瞒了怎样血淋淋的真相 横空出世的断枝背后又有怎样的唏嘘故事 阴暗逼色的密室内 神秘的黑人将捕捉的猎物放在案板上扒了个金光 他举起张牙舞爪的电锯砍向女人的尸体 刹那间鲜血似箭 这血泊不一样的画面堪比电锯惊魂 在他成功切下女人的大腿后 他还不忘了仪式感 有条不紊的为大腿逃上了服饰会丝袜 画面一转 警方找到了和新地区酒店开房的男人 令人唏嘘的是 这货不但是个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 而且在命案面前 他第一反应是不让警方泄露他的身份 这个白天教书育人的教授通过成人网站 解释了主播新地 他可是打赏了好多礼物 才能约新地陪他睡一夜 警察审讯完教授后 他们赶紧边流鼻血 边上那个网站上找线索 他们发现 教授在七年内关注了八百多个女生 警察忍不住吐槽 社会地位越高就越肮脏 忽然 海亮影像中一个性感红发女 吸引了林警官的注意 视频中热舞的女生 和他脑海里的那个女孩高度重合 这时 府警官凑过来 发现了红发女的蝴蝶纹身 他立即让林警官查一下红发女的底 因为他的纹身和扇齐一模一样 这时 他们接到群众报案 又发现了新的断肢 这个手法 这个丝袜 让他们一下就想到了润日杀手 画面一软 老孙在商业晚会上遇到邓总 他本想为若云在展览上的胡作非 向邓总道歉 但邓总却笑呵呵地说 反正他也付出了代价 说着 他掏出了若云和他宽衣解带的视频 老孙一看到老婆那甘为人下的模样 瞬间气得浑身发抖 他回到家后 怒气冲冲地朝老婆发泄了一番 最后 他恶狠狠地甩下一句 没想到你比我还脏 老孙又怎么脏了呢 原来 几年前 若云在老孙的行李箱中 发现了一根女人的头发 老孙在谈生意时 喝多了 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若云怒不可遏 从此 他就一直嫌老孙脏 不让老孙碰他 另外一头 警方报告显示 新帝体内的男人体液并不是善文的 但若云还是想知道 那晚新帝找善文干什么 善文才不想配合老妈 他现在觉得 最恶心的人就是老妈 当年因为他的一巴掌 还姐姐善气离家出走出了事 现在 他还跟别的男人滚床单 若云一脸懵逼 善文咋知道他开房去了 善文回到化室后 他一直掰比生闷气 女同学婷婷像小太阳般治愈了他 随后 婷婷问新帝初始那天 到底和善文说过什么 善文禁不住婷婷的纠缠 告诉了他真相 新帝初始那天 他称 看到若云和一个老男人 上酒店开房 并让善文亲自来看看 婷婷听吧 第一反应就是 新帝看错了 他和若云连面都没见过 凭啥那么肯定 张牧师那边 一个教徒阿炮在做辅导 实际上他坦白 自己在超市里偷过东西 张牧师多凡来劝阿炮自首 但只是小偷小摸 谁想坐牢呢 于是张牧师提出了 另一个办法 他带着阿炮去超市 向老板请求原谅 无料 在阿炮真心实意的道歉后 老板却不然大怒 他不接受道歉 坚决报警 几人从警局出来后 张牧师和若云邂逅 若云在听到张牧师的女儿 婷婷和善文是好朋友后 两个人立即交换了电话 便于以后多讨论子女教育问题 随后 若云去接善文 然而 善文不想看见他掉头就走 若云想着不能白来一趟 送无料儿子 干脆送婷婷攒人员 婷婷下车时 在若云的后备箱中 发现了和心底一模一样的手链 但这种手链很常见 婷婷也没过多在意 婷婷更在乎的是 想请若云 开解一下心底的母亲 毕竟若云能与她充分共情 多么可笑的一幕 杀人凶手 被邀请去安慰受害人的母亲 明明天气正暖 但若云却感到周身半冷 面对星妈时 她甚至还能想起 情妈悲痛欲绝地为若云 该如何撑过去 怎么才能让心不再痛 如果心底能托梦 给她看凶手的脸 她一定要一刀捅死那个恶魔 恶魔本魔若云 心虚地逃到洗手间 她太明白 身为母亲 失去女儿会是一生的痛 作异她杀掉心底后 虽然做好了 模仿润日杀手 引射出动的准备 但她终究没有节制的勇气 只匆匆为心底 套上了服饰会丝袜 晚上 若云伤了那条手链 以及从善文房中搜到的高跟鞋 善文回到家后 翻向导回都找不到高跟鞋 她气气败坏地问若云 是不是拿走了她的东西 若云不正面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能不能别再磕腰了 在善文的再次质问下 她才承认 拿走了心底的高跟鞋 当她深入问善文细节时 善文只叛逆地扔下一句 就算我再堕落 也不会成为杀人凶手 在善文的回忆中 一个长发墨镜男 妖绕地向善文伸手要钱 而后她快速塞给了善文一包小药片 善文吞下她的宝贝后 她感觉整个人兴奋到了极点 周遭的一切虚实难辨 她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无法自拔 她飘到商场时 被心底拉到婷婷身边 问婷婷的高跟鞋好不好看 善文紧紧盯着婷婷的脸 迷迷糊糊的三连夸 好看 成熟 有女人味 心底文言大方地买了两双价值上千块的鞋 一双给自己 一双给婷婷 随后 心底送善文回家时 嫖到了楼上的若云 她故意拨了善文一口 果然成功惹怒了虎妈 随后 若云就去找心底 让她和善文保持距离 她当场说出恶婆婆经典台词 你要多少钱才肯放过善文 心底无语回怼 贴我钱都不要 如果那时的若云没有这么强的控制力 或许就不会再由她陪睡 被心底拿捏 而儿子科要被心底拍下的仇事 更不会有板撞拍人的惨剧 若云失手杀死心底后 她慌张地运走尸体 却没注意 心底的一只高跟鞋 拉进了案发现场 巧的是 这只高跟鞋偏偏被善文捡到 善文连忙发照片给心底 拿着心底手机的若云 心里慌得一披 她以心底的口吻说 自己先走一步 让善文帮忙收鞋 咱就是说 新加坡人民的手机都不生密码吗 时间回到现在 警方叫死者家属 来辨认最新被挟制的女士 来人是死者的哥哥 她面对妹妹的惨状并不伤心 反而觉得 这个每天喝酒打女儿的坏女人死了也好 死者名为苹果 28岁 职业是硬仗女郎 经常家暴女儿被邻居投诉 苹果的遇害方式和谢礼平善气一样 有娃淫荡 体内有安妮药 被截支 短支被套成丝袜 唯一不同的是 苹果在3月11日遇害 另外两人都是在润日遇害 林警官对此眉头眉尾的来了一句 不一定都是淫荡的女人 这句话成功引起了府警官对她的怀疑 林警官还认为 梅娃且未被截至的辛迪 应该是润日杀手的模仿者干的 她在调取酒店监控时发现 善奇的弟弟善文在辛迪遇害的当晚 坐在酒店的角落里待了整整一夜 这除了能为她做不在城镇名外 也让人不由疑虑 她在等谁 此外 林警官发现 辛迪曾跟着一个戴太阳帽的女人 而那个女人进了邓总的房间 巧的是 第二天 邓总就为若云办了展 这种种线索挪在一起 似乎都指明了 太阳帽女人是若云 这嫌疑可疚大了 然而 目前只有一张模糊的截图 根本无法作为证据 为了找证据 林警官特意去学校赌善文 穷孩子肯定不会老是回答问题 于是 林警官便用男孩最喜欢的方法套话 用游戏决胜负 被激将成功的善文怎么都没想到 林警官竟然是满级大佬 这还玩个球啊 善文只好将心底说 看见若云和别的男人开房的事 告诉了林警官 这下 若云显得更可疑了 另外一边 福警官让小警察帮他打开一个 交自由主播的夜面看看 夜面上的性感女孩蒙着眼睛 看不出原本面貌 但福警官直觉感到 这个女孩和善奇有不同寻常的关系 这时 林警官回来汇报了善文的证词 福警官理解善文最初的隐瞒 是为了保护妈妈 忽然 他意味深长地问了林警官一句 你在保护谁 你有什么秘密 林警官有些心虚地回答 没有秘密 闻言 福警官与他分享当刑警多年的心得 那就是死者会说话 而现在 福警官盯着林警官的眼睛说道 我现在能感觉到 善奇正在尝试和我们说话 第二天 和父亲达成一致的善文通知若云 如果你们离婚 我要跟爸爸 若云瞬间就不淡定了 就在一家子颠弓颠婆发天使 警察找上了门 他们怀疑若云涉嫌新帝的谋杀案 若云杀死新帝的是会白露吗 各位小伙伴猜一猜 林警官到底和善奇有什么关系呢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记得订阅剧集地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